北魏时期 武州山上开始出现石窟 石窟中大大小小的造像 加起来超过五万尊 在这件袈裟上 或许就占了一千多尊 石窟外面原本有木之建筑 叫做木构枯岩 他们在岁月的侵蚀下垮塌 如果没有阶梯 人们很难登上断崖 看到两百余座中小型石窟里的容貌 终于飞行让我们和他们 再次相遇